中共疾控中心在5月28日公布的中共病毒疫苗接種不良反應監測信息 報告顯示從去年12月15日到今年4月30日 大陸總共接種疫苗2.65億劑次 出現不良反應31,434例 其中異常反應5,356例 嚴重病例188例 發生率低於萬分之一 報告沒有提及嚴重病例的詳細情況 也沒有提及致死、致殘案例數據 根據大紀元獲得的河北疾控中心內部報告 河北省去年12月初到今年4月30日 接種疫苗1,000多萬劑次 至少有9人死亡 按照這個比例推算 到4月底 全國已接種的2.65億劑次 死亡人數就可能至少有238人 但中共疾控中心的報告 就隻字未提死亡案例 連嚴重病例也只是公佈了188例 真正的情況是 很多大陸民眾接種疫苗之後 出現嚴重反應 但也得不到官方的確認 一位河北民眾在4月底 打了第二針疫苗之後 突發冠狀動脈 觸讓眼化性心臟病 在醫院治療近兩星期 至今仍然沒有獲得任何的賠償 之前的監控作用 就是等你們三百二處理 都是我自己顛覆的 大概付了一萬多 一、兩萬多元 因為這個後醫生 我現在決定不停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沒事就出院了 就叫我回來了 另外有知情者披露 河北虧願的一位民眾 在4月1號接種第一劑疫苗之後 出現急性大面積腦梗死 醫院搶救無效 在4月16號死亡 死者家屬至今都沒有得到任何說法和優償 新唐人記者致電主治醫師唐醫生 他一聽是詢問死者的情況 就未等記者說完就掛斷電話 之後再不接電話 在5月28號 有網友在推特發布一段有人打疫苗之後 當場倒地的視頻 有自稱北京市民的網友在微博披露 自己和丈夫今年2月 接種疫苗之後出現嚴重反應 當他向社區和接種醫院反應時 對方叫他先把病看好再說 也不給任何登記 也有不少的網友在推特發帖 披露打疫苗之後出現異龍的情況 有網友表示有以名康復群 全部是打了疫苗之後導致的突發異龍 平均病發2.5天 超過一半是打了科興出問題 70%接種前身體沒有任何不適 也沒有任何病史 在深圳工作的李先生說中國國產的疫苗不合格 他不敢打 在深圳工作的李先生說中國國產的疫苗不合格 有多點責任何不合格 例如接種疫苗出現意外的 國家給你多點、給你賠償 不得任何中國公開是不負責任何不合格 李先生表示中國人對國產疫苗的訊息了解特別少 而對政府的恐懼就埋在骨髓裡面 真是出現的問題大多不敢開聲 也無法發聲 之前不敢接種那個國產疫苗 然後如果哪個地方出現了這個疫情的話 網上都蜂擁而去的 去趕著去打那個國產疫苗 他們在深圳一部組織 完全憑自己的這種感覺 這表示很荒唐的 他們不知道哪個是坑 哪個是被自己有利 哪個是被自己是要命的 他們不知道如何選擇 就是無頭操一樣的 另據報導 香港目前已經接種疫苗200多萬劑次 共有68人在接種科興和上海復星復必泰疫苗之後死亡